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传销大案 大概从2007年开始 一个所谓的1040国家工程 让许多人趋之若鹜 并且迅速的在全国许多省市蔓延开来 其实这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所谓国家工程 却始终处于一种半地下的状态 而它最大的诱惑呢 就在于它会让人相信 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机会 但是事实上 它就是一个被伪装了的传销 2014年我们经济半小时栏目 曾经对广西等地同一类型传销案进行过调查 但是到目前仍然有人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 前不久 山东警方又破获了这样一起传销案件 我们的记者赶到山东进行了采访 2014年8月27号 一个神色慌张的蓝阳级妇女 走进了山东省蓝阳市经侦局的街景办公室 根据警方的回忆 当时这名妇女精神恍惚 说话有些语无伦次 一直声称自己被人给骗了 2014年春天的时候 他同学就来找他 穿着雕 开着奔驰 说来找他 说你看看我2012年才出席一年多 你看我现在生活非常富足 所以你看你干装饰又累 还潮心 还挣不着什么大钱 所以能不能跟我去上西安去看一下 他觉得这个的确发展很不错 他就抱着试试看 入了第一笔六万九千八 然而让这名报案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笔六万九千八百元的所谓入股资金 给他带来的不是当初同学鼓吹的高额回报 而是一个巨大陷阱 他没有经过家人任何人同意 把店变卖之后提了一百多万的现金 坐火车就赶到西安 当他把这钱真正打入传销组织账户之后 第二天他的同学就翻了 在与警方的交流中 这名报案人情绪十分激动 一直在反复诉说自己被欺骗的经历 经过警方的梳理 一个以蓝阳集团伙为首的传销组织 逐渐浮出了水面 我们发现了这是一个打着低自门运作 还有1040工程为名的採取活动 通过这种方式来骗持下线影院的这个欠材 1040工程单从字面上看会给人极大的神秘感 其实这个数字代表的是这类传销案中 最具诱惑性的所谓高额回报 1040万元 该组织的诱人支出就在于 组织者会要求刚加入的会员 直接购买21个股份 共计69800元 不仅可以直接升级为主任 而且立刻就能获得19000元的返现 成为正式股东后 每发展一个会员都有反例 发展成员越多 所拿反例越多 如果成功进击为老总后 就可以分配老总奖金 老总奖金来源于每个份额的48% 其下线每发展一个成员 均可获得10500元的反例 一直领到第三代下线会员 达到老总级别为止 此时第一代成员自动出局 要想再进入组织 就要从头开始 就这样 这个传销组织声称 一个成员从加入组织到最后出局 在一年的时间里通过所谓的资本运作 最高可获得1040万元的回报 这便是1040工程 包爱人告诉记者 刚接触这个传销组织时 每天都有几名成员轮番给他洗脑 短短几天 于某便相信所谓的1040工程 是国家项目 并缴纳了6万9800元的入会费 报案人告诉记者 为了尽快晋升为老总 他先后给十几个人缴纳了入会费 其中包括自己的儿子和弟弟 这十几个人都是你拽进来的 我也不是拽进来的 就是我过在边缘来考察了 以后不做了 我拿钱做了 就你用他们的名义来做 他用信息带怎样给我了 那你一共是帮多少人做呢 十几份 十几份 这些钱都是你出的 嗯 六七十万 然而2014年 由于再也拿不出一分钱 包爱人被踢出了这个传销组织 当初为了筹集资金 家里的房子也已经全部卖掉 买了 哪有房子呢 我回去我就没地方吃 接到包案后 蓝阳警方立刻成立了一个专案组 在打击传销组织的行动中 最为关键的是 确定传销组织的头脑和上层人员 然而报案人当初是在合肥 加入这一传销组织 报案时 这一组织已经在合肥销声匿迹 他来报案的时候 只是凭着他在 宾湖新区居住区的 自己的一种印象 连这个人具体叫什么名都不清楚 后来我们通过这个 他提供的一些资典的信息 我们通过自己我们的大平台 大数据库进行查询 找到人再进行辨认 逐一逐一的进行确认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信息和警方掌握的线索 这一传销组织是1040工程传销组织的一个支线 组织者周某是兰阳人 2014年 安徽省合肥市的传销组织头目被抓捕归案后 周某将这一传销组织转移到了西安市 以发展兰阳人为目标 截止报案时 以发展500余人 由于传销组织一有风吹草动 就会转移活动地点 因此兰阳警方决定速战速决 但是锁定这一团伙却并不容易 全部是10天电话号码就换掉 不便于我们真空 发展的成员全部是亲戚同学 身边的人 他们逃避打击的心理防范 要比陌生人要重得多 在十多天的时间里 张献群 赵宏磊和同事们一起 利用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加上网络数据平台的数据 逐一锁定了从发起人周某 到下游老总 经理 等20多名核心成员的名单 绘制出了这张网络图 在确定了名单后 2014年9月15日 兰阳警方从兰阳市驾驶出发 行程以前300多公里 来到了这个传销组织活动的西安市 面对一个陌生的报案环境 警方又遇到了新的难题 根据报案人提供的线索 这个传销组织 每个月都会开几次固定的会议 这成为了警方第一个突破口 但是确定开会地点 却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他们是每个月 开二到三测试劳动会 劳动会开完了 留下两个影 继续给 得同一点继续给 下面的这个众管开会 然后给董管开完会以后 众管的 祝福了给家门继续开会 以前开过会的地点 他提供的 现在都不用了 要不说吗 他们很狡猾 开过会了就不用了 为了能够尽快确定 新的开会时间和地点 警方决定 利用线人混进这个传销组织 经过几天的摸索 警方终于获得了一条重要信息 9月20号 这个传销组织 将召开新一期会议 时间确定了 但是地点依然没有确定 我们发现他要开会 地点和我们掌控的不一致 根据之前搜集到的情报 警方掌握了近期 这个传销组织 开会的五个地点 几十名警员 分批部署在这五个地点 一旦某个地点 发现有动向 其他四个点的警力 立刻前来支援 9月20号 他们过去各个地点 监视 一期到中午 还没有这个信息 到下午 打到点线 可能在其中的一个宾外 最终 收网行动顺利完成 共有14名传销人员落网 其中老总级8人 经理及6人 10月24号 这个传销组织的头目 周某和汪某 也双双落网 抓捕下面这个人员的时候 经理程 放哨事人员的时候 他们都进行狡辩 我们抓他的时候 控制他的时候 他都在那说 我们是来旅游的 是来玩的 你为什么要控制我 上面的人员呢 老总级的就是 非常的吃惊 惊讶 没想到我们这么迅速 根据南阳市警方的介绍 截至2015年11月 共有23名涉案的传销头目 落入罚网 2015年11月30号 一审判决结果 23名犯罪嫌疑人 刑期最短为一年半 最长为六年 就像片子中所说的那样 1040工程 单从字面上看 会给人一种极大的神秘感 其实呢 这个数字所代表的 正是这类传销案中 最具诱惑性的 所谓高额回报 1040万元 这是新式 而且设计面非常广的传销 这次来阳警方打击的传销组织 正是1040工程传销组织的 一个分支 其核心理念 同样是发展下线 从这些被诱骗进来的 下线身上 摄取财富 2014年 经济半小时栏目 就曾经报道过这种传销骗局 事实上 这个所谓的1040工程 并不是一个新骗局 近年来 广西安徽等地 都陆续出现 打着这一名号的传销组织 2013年以来 各地警方便破获了多起 以1040工程 作为噱头的传销团伙 这是2013年10月 经济半小时记者 在合肥市记录的画面 传销组织的成员 正在轮番给记者 展开洗脑工事 今天来了解的 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 有一次大好机会 是个生意 很新鲜 知道的人呢 是特别的少 今天这个生意呢 采取了封闭式运行 健康 有序地发展了 15个年头 它叫自愿连锁 轻营业 今天这个生意呢 它为我们想得 非常的周到 它可以边去边做 边招边拉收入的一个事 当您知道 初级阶段的时候 你就用千元的收入 到了中级阶段来 你就用万元的收入 那么到了中级阶段来 你就用 六位数的万元收入 一个月 也就是说 十万以上 百万以下 你觉得可能吗 觉得 没听说过 怎么这么说 没听说过 我们可以讲 很多事情 不怕是假的 就怕是个真的 那么也是个真的呢 那就需要你几天的时间 去了解了 这名中年妇女 滔滔不绝 东拉西车 但始终不透露 她所说的这个 所谓资源连锁经营 是做什么的 一个小时之后 记者又被带到附近 另一个小区 在这套三十亿厅的住宅里 有一名男子 正在等候记者的到来 这是2014年 经济半小时的记者 在广西记录的画面 画面中的 这名传销人员 正在宣传 所谓的1040工程 飞碟是什么 宇宙当中空中 洗米飞行物 我们用空中的 洗米飞行物 来代表我们 洗米星期的一个象征 它落后在广西的守护南宁 它没有产业 农业又落后 它这么的印象干嘛 这些服务人员 应该没有事情可干嘛 这老师 下起想法 在国家运渐会的建议 在她的自己里面 潮过了我们全国 各个成分 这些人的这个洗米项目 带来这个效应 国家目前对这个行业 采取的是正面打扬 侧面提防 你没录音吧 没有没有 我咋总 没有没有 我有事那个 没有 我咋总不放心 你揣下来 没事没事 你揣下来 给我给我 给我 你不知道吗 今天咱们的经济限迭特别多 经济限迭 你以为呢 国家为什么让我们低调 让我们低调 就这个意思 从全球经济 讲到了中国经济 从广积发展的现实 又讲到西部大开发 从众多银行网点 又讲到了一个所谓的资本运作 或1040工程的神秘项目 这一系列诱导 会激发新人 对这一项目的强烈好奇心 一旦加入这个传销组织 轻则损失上万元的资金 重则倾家荡产 妻离子散 小娟的母亲 是传销组织中的一员 在警方端掉了这个传销组织后 她不仅没有后悔 反而要与女儿小娟断绝关系 我给你讲了多少次啊 解救行动 不但没有让这个母亲回心转意 反而是母女关系面临崩溃 看着被传销人员洗脑洗成这样的母亲 小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她突然冲出房间 直奔传销头目李传傅等人所在的房间 这边因为爱慕心切 女儿小娟的精神急紧崩溃 而那边 执迷不误的母亲朱女士 面对警方还在阵阵有词 完全意识不到 自己其实是一个传销受害者 这个行业当中也有很多司法机的人 把自己的亲人 亲朋好友的钱全骗过来 然后最后 什么亲情什么都不要了 就是人们的后果 你不想看到这些后果 我没什么骗亲朋好友的亲情 每个加入传销组织的人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深度洗脑之后 都会成为传销所需要的那种诚信缺失道德失衡的人 他们骗完亲属骗朋友 不惜将同学同事同乡战友室友甚至是父母兄弟姐妹亲戚 全都骗入到传销的泥潭中 而其中的真相 那些传销高层都心知肚明 我们来听听这些传销组织的高层人员是怎么说的 在兰阳市看守所里 记者见到了犯罪嫌人李某 他在2015年8月份落网 是这23名传销头目中最后一个落网的成员 严县您是做什么的 严县我在家是务农的 务农 嗯 嗯 那在老家的时候当时是哪一年 哪一年被别人介绍增加这个的 嗯 是12年吧 那样一个朋友介绍的 嗯 当时给我描述就是说 那个 合肥呢 国家里呢 开发 开发一个并护心情嘛 嗯 可以过去清理一个公司 李某告诉记者 几天的时间里 不断有人向他灌输所谓的1040国家工程的前景 一年能赚1040万的许诺 让他动了心 最终他借钱 缴纳了6万9800元的入股费用 当时也就是 原来就是能挣个钱 嗯 不用偷很多的职 所以盖个其他人剩一万 再偷几十万几百万 嗯 当时就不想的 嗯 当时没有想别的 也没有想就是说 嗯 这个这个生意能干的多大 啊 就是说 要这个生意就是说 投资少 啊 一份才3300块钱 接下来他就说 嗯 可以 就是说 你可以 你可以有赛额名额嘛 赛额 你可以介绍赛额朋友 就这样 李某成功发展了一个下线 半年后 当初他拉进来的这个业务员 业绩已经远远超过了他 也没有工资 什么没有了 啊 就已经把我点下来了 结果下面那个发现挺困了嘛 你已经超过我了 他是往下发展多少个人 他发现多 他发现四十几个人吧 2014年 合肥市警方 端掉了这个传销组织的高层 蓝阳急犯罪嫌疑人周某等人 决定转移到西安 继续发展这个传销组织 原本一直无法晋升为老总级别的李某 也成功变成了老总 2015年8月 李某被警方带走 目前一审判决结果 为有期徒刑一年零八个月 罚款十万元 2016年1月13号 又有一名蓝阳级的1040工程 传销案犯罪嫌疑人 来到蓝阳市经侦大队自首 据民警介绍 新某因为1040工程传销案 已经被列为网上逃犯 为了能够升到老总级别 新某曾经利用别人的身份证 由自己电子发展挂名会员 根据新某的交代 这种做法在这个传销组织中 是一个普遍现象 2011年以来 新某的妻子 儿子 和他先后加入到 这个传销组织当中 为了尽快升到 这个组织的上层 他们借过高利贷 也变卖了家里的房产 他这次知道高利贷吗 所以说他很赖 就应说服我 就我去 就开开 再去开开 所以我又去了一次 去开开了 开了 开了 在第二次去开开 也确实跟他讲了 也见到了很多政府部门的音乐 高层次人也见到了不少 咋就少 人家那么好的工作 那么高的工资 都放弃了来做这个私生 咋一个普通农民 还没有趁还 为什么这么好的私生 不来赌一把 2014年 西某和家人一起 跟随这个传销组织 从合肥转移到了西安 尽管已经连续做了几年传销 但是不仅没赚到 当初这个传销组织宣传的巨额回报 反倒倾家荡产 他给你讲工资制度的事 业务院能拿到多少钱 祖上能拿到多少钱 军医拿到多少钱 经历拿到多少钱 劳总拿到多少钱 级别越高 拿了越短 当然他不是每个院 都矮事发这个工资给你 这是你有业职 是不是 你下面一个没发钱 那你不关事 所以你就没钱 对不对 他说有钱以后 才得分了这个钱 如今 西莫的妻子和儿子已经入狱 孙女只能由儿媳独自抚养 当初为了筹集入股资金 夫妻俩的婚房已经被卖掉 她只能带着女儿 借助在亲戚家里 整天往上赔钱 干那个 干了拆球 干了把房子赔上来 然后切里屁股的再到现在 就是白日做梦 感觉他们 小切小疯了那种 2013年 合肥的1040工程传销组织 被警方打击后 新某一家人曾经返回老家 然而2014年 一家人又经不住诱惑 来到西安 加入到了转移后的这个传销组织中 你当时也缺你老婆吗 不要做 他不听啊 不听也就那样了 不听能给他打呢 反正他妈和爸都同意 其实他们早知道 就是当时下边的人太多了 不干怕他们走 就那么硬的头皮干 2014年9月份 丈夫和婆婆先后被抓捕归案 等待他们的是法律的制裁 尽管已经过去了一年多时间 但是提起传销 他依然恨之入骨 做自秀吧 在里边好好反省反省而已 也未必是常是个坏事在里边 那现在有觉得就是 后悔当时没再 把他们再拉回来一下 你当时把他们拉回来 他们不经历这个过程 还不那个 又好 耽误赚钱了 又怎么滴了 就觉得一样走过入魔 他们不经历 总不会那个觉悟感觉 就感觉被洗脑了 一心想再大钱 根据蓝阳警方提供的信息 这个传销组织 两年的时间里 一共发展了500名左右成员 跨越广东 安徽 陕西 河南等多个省份 涉案价值高达3000余万元 尽管23名主要犯罪嫌人 已经落网 但是蓝阳警方 打击传销的行动 并没有结束 这只是其中的一致 我们打击的主要是 我们管辖范围之内的 蓝阳级人员 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还有很多 不是这支的 我们也在陆续的 把线索梳理一下 继续进行打击 绝对不能让这种 毒害社会的 这个毒瘤 越长越大 传销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为了骗来更多的人 组织者呢 往往会打着各种旗号 编织谎言 称是国家暗中支持 甚至伪造公文等等 显得冠冕堂皇 骗取人们的信任 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传销也穿上了新衣 从最初的传商品 发展到传虚拟的概念 什么资本运作 连锁销售 电子商务 原始股投资 基金发售等等 都能够成为传销的幌子 这就需要我们格外的警惕 擦亮双眼 识破骗局 磨高一尺 还需道高一丈 传销屡打不绝 暴露的是打击传销的道 仍然滞后 也有专家认为呢 在打击力度不断加大的前提之下 传销还能够坚持很多年 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在于 一直有人愿意相信谎言 想做这个发财梦 所以从民众来说 要清醒的认识传销的危险性 坚决远离 只有全社会形成共识 才能够有效的铲除传销毒害 维护健康的经济和事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